各位,今天讲这个题目之前,我浮现了李怡说的一句说话,或者她那本书 因为我去过新书发布会,跟她聊天,买了她那两本书 走过悲观积极的人生,她把悲观和积极放在一起,可以反映到我现在的思想状态 其实我是很不安和很担心,我告诉大家为什么,今天要讲的是我非常不安,非常担心 当然我不是为了自己而不安而担心,因为我想自从雨晒运动到现在 我90%的时间都不是想着自己的,每一个人都有些牺牲,有些取舍,有些放弃 但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帮香港,或者有一些赛微的影响力 至于自己个人的得失,其实很难说,有些东西最重要是人要开心 开心就是你能够尽了你的责任去坚持一些东西,去争取一些东西 其实跟物质,跟名利,跟金钱,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好了,我不讲这些废话,就讲我为什么觉得很不安 为什么我看这个李怡的把悲观和积极放在一起呢 对我来说有一个震撼性 因为我自己的几十年的做都是金融界,而且是市场的运作 也有很多输钱的经验 那当你是很乐观,觉得什么都能够尽了,觉得不会输 觉得风险全部被你概括了,或者是控制住 在那个时候,你就会中招或者跌入一个陷阱 所以每一次,当你觉得所有东西很顺利的时候 其实我以前是介绍过《老子》或者《道德经》这本书就是这么说的 即是福同和之间的关系 当你觉得一样也很棒,当你觉得不需要担心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由去年到现在,我们昨天说了一周年 6月9日一周年,民阵就说103万 总之就是100万以上的人的大游行 我当时也很兴奋,有一个很异样的感觉 昨天说过 一直以来,我们香港有很多政治或时事评论员 都是说一些很积极的情绪 或者说一些大家很喜欢听的说话 我最反对做一个评论员 或者做一个这样的台 然后说一些大家喜欢听的说话 我觉得这没意思 那就是比遗牢取乱更惨 因为你会给一些山埃提示 那些其他的市民或者香港人 一起自杀的 所以就和我的训练就是 永远都是在那里提心吊胆 担心一些什么 那我告诉大家 国安法公布那天 夜市的恒生指数 就倒了千几点 但当陈埃落定之后 你发觉港元又越来越强了 而那个港股的恒生指数 又在那个低位那里弹了成二千点 甚至去做了一个近期的新的高位 就抽穿二万五千点 你看到那些京官 就是一面处之泰然 空有成竹 是一点都没有一种恐惧的情绪 但是我们那些KOL 就说大陆不安 债主有份地说 于非 袁爸爸 大家都说 中共输了 中共很害怕 中共很不安 是不是 乱了 坦白说我看不到 中共有多乱 有多不安 有多害怕 是不是 我看到所有指标 看到面前就是 它稳如泰山 所以我自己的直觉 我的不安就是 为什么会是这样 应该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 还有一些人 我一直以来都认为是古灵精怪的 那个叫郭文贵 郭文贵到现在 他所做的预测 有哪一个是兑现 是不是 这个人的背景复杂 完全不可信赖 因为 他在那些流亡的异见人士里面 其实 根据美国一些 基于事实的新闻报道 其实他就似乎做了一些二五仔的事情 拿了一些私家偵探的研究 其实就将其他流亡人士的资料 拿出来是给中共的 这一样东西他到现在都没办法否认 这个人说的东西很动听 和说得很夸张 但是 他是一直会被西瓜皮你踩的 被椒皮你踩的 是不是 去年八月之前 七月尾 他说八月五日六日 香港会有戒严 大陆的武装人员会出现 会逮捕一些香港的政治人物 甚至爱国人 搞到鸡飞狗走 那段时间的恒生指导跌了三千点 结果当然是没有了道 没有了道就反弹了 其实郭文贵如果从好的方面想 他根本就是在这儿赚钱 如果从坏那方面想 他根本就是对家的人 是不是 一个人说得好听 日日在这儿说 中共邪恶 是不是 打倒中共政权 或者怎么怎么怎么 那你就当他是朋友 那你不是很天真 就是天真的 天真得罪 天真他天真嬌 是不是 是不是 很简单 如果你当郭文贵是一个时事评论员 或者是一个赛马贴士 他一个马季里面 每一个赛马日 十几场赛事 都给你贴士 由头到尾 没跑过一只出来 是不是 碧脚的他贴中 人道毁灭的他贴中 就是这样的一个KOL 你当他神那样拜 好了 现在我做得最恐怖的就是说 无端端弄一个新中国联邦 很夸张 你明不明 哪有这么夸张的东西 石头爆出来 所以我的警觉性很高 我认为这些东西是一个陷阱 然后呢 就是 现在美国的情况 我认为美国的情况是非常之恶劣 但是我们要想想 就是说 你在没想到你有什么方法去对付这件事之前 你首先要做好一件事就是说 你究竟站在哪个位置 对不对 你要想清楚你站在哪个位置 想清楚哪个是你的敌人 哪个是你的对价 你要计算这些位置 你才能走 就是说 你要有一辆性能很好的跑车 但是你又没有了方向 东南西北 北边 你不断踩有 200米那样去 你越踩得快 你就越来你的目标远咯 是不是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 你连自己站在哪里 向哪个方向走都未知 那你不断冲冲冲 冲什么 为什么你这么乐观 为什么你说你正在赢 我以我几十年的金融知识 看到现在市场追势 还有看到中共的那种的应对 他根本就是空有成竹 非常之有信心 1921年成立的这个政治组织 到现在几乎100年 他占据了这个国家 是吧 统治了这个地方 都是1949年到现在超过70年 是不是 这样 经历过这么多事情 换了这么多的朝代 是的 他有时候 他的领导人会犯错误 但是 当他们 部署一个这么大的行动 用了 一年多的时间 如果根据大家看我的分析 就是说疫症也好 是吧 美国的暴动也好 根本你看到手影 就不是巧合 不是意外 不是一些 没有预计 没有计划的东西 不是意外 不是没有计划 不是没有关联 不是巧合 就是说如果将所有这些东西都武器化 计划了这么久 出了这么多招 你觉得他没有想到下一步怎么走 是不是 其实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要看回这个贸易战 其实我从分析贸易战到现在 我说了无尽这么多 但是跟我一样的说法的人少知又少 这个贸易战是美国挑起的 而这个美国是美国总统川普的 不是共和党的 而他的贸易战呢 最初你看不清楚 你以为他对欧盟对日本对南韩 对墨西哥加拿大 是和对中共一样 其实他对中共的差别是不同的 那你要研究一下 这个特朗普或者川普政府里面的 那三个P 以及那些拿瓦路那些人 这些所谓对华的鹰派 以及有一个在Hudson Institute的 Hudson Institute的一个 资深的学者 白邦瑞 Michael Pilsbury 他在川普建立这个政府的初期 都给了很多意见 就是那个百年马拉松 就是说你把白邦瑞啊 拿瓦路啊 或者博明啊 龐贝奥啊 以及彭斯啊 这些人 他们的政治智慧加在一起 你知道这个政府 不是一个普通的共和党政府 是一个针对着美国敌人 是有意推出一些一些策略 去改变几十年来的 对中共的政策 的一个这样的政府 就是我看到这一点 那个乐观就在于那里 但是大家有时呢 是偏离了这一点 然后呢 就信了一些人的甜言蜜语 就是今天我用来做封面的呢 就是这个Nancy Pelosi 当时单膝跪在那里 是吧 在国会开会之前 阿婆扮得好像一只鸟那么漂亮 然后呢 就单膝跪在那里 去博取这些黑人的同情 就是很多时候 就是最初 很多人跟我说 哇 美国最紧要 Nancy Pelosi 支持你们香港人的民主运动 雨伞运动到现在始终如一 你想这个人 当美国那些人因为疫情困扰 大家连工都没有 是吧 失业率这么严重 严重 真的咸到都没有吃的时候 你访问他在家里吃雪糕 是吧 他根本 他跟所有的人都是 就是那些是这样的 他的钱从哪里来啊 这些这样的政客 是吧 都是靠那个政治上的一些利益输送 你看到的了 克林顿两夫妇 是吧 这个拜登两父子 整班这些人 是吧 有白手卿家就靠政治 政治利益输送 骯髒 骯髒 他们已经离了地 然后你们呢 就以为他把嘴对你好 奥巴马这些人 把嘴对你好 他做了些什么 是吧 那么很多人 就是信了他的甜言物语 但是你现在看到 这个 Nancy Pelosi 他可以 为了一些政治的利益 几十岁 我认为是冬过水 而你看到一样东西 就是说 你看看我上一 就是昨天的节目 这个美国的暴动 明尼苏达州 是不是 为什么会有 那个杀人的警察 和被杀的黑人 都会和 在这个 Oma Group 里面 在那个夜总会 做艺钞 做其他 就是犯罪活动的一个 这样的帮会 大家做同事 这个世界哪有这么巧 是吧 还有在1月的时候 CNN的报道 都有90万的 偽钞 在大陆运去 明尼苏达州 为什么不是去其他地方 其实你要知道 这件事就是说 当我们看到 现在有很多证据 甚至你看那些卫星图 其实在武汉呢 11月 不要说了 9月的时候 已经有一些疫症的爆发 你看到 有两个实验室在附近 还有那些野味啊 室货市场啊 是当 这个政府 是刻意误导我们的 这么多明显的证据 部署了这么久 如果你回头看 其实美国这个政府 透过这个贸易战 要捏死这个政权 它已经是差不多 去到成功的阶段 是否捏到它 实际是窒息的了 但是 就因为这个全球的疫症 打倒了美国 50年最好的经济 令到现在的政府 在这个连任出现一个暗涌 另外又整一个 这样的黑人的暴动 而这个黑人的暴动呢 就是背后我也说过 这些组织呢 是有外国的金主 然后呢 我们的泛民 或者我们的年轻人 就去跟他reconnect 是吧 就说呢 就是 很简单 你想去勇武 他又去勇武 但是他就打架劫射 杀人放火 杀死那些警察 然后呢 就去珠宝店那里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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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跟我们的年轻的手足 又如何去比较 你究竟是否在侮辱我们的抗争者呢 是吧 这样你都不醒 还有一件事就是 我们香港 因为警察的暴力 是太过分了 而且警察本身是违法的 所以我们的抗争者有个口号叫解散警队 黑不容缓 但是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来的嘛 美国是一个有法治的 一个 一个 就是 权力制衡的一个国家来的嘛 你看一下 就是这个警察 跪颈 杀了黑人的警察 那四个 都现在被抓了 隔了职 而那个跪颈 Derek Sovereign 他现在是被控二级谋杀 那你看一下 跟香港怎样比较 但是你知不知道 现在 明尼苏达州 这个 他现在 那个 左交的市议会 是提出解散警队 哦 就是说 香港解散警队 他是无独有 他又去解散警队 但是两方面的情况 是南沿北撤的 不能比较的嘛 你看不看到一件事 多香港的人勇武 香港的手足走到很前 那他现在美国的暴动呢 就 有 你王志峰在Twitter都说 现在美国和香港的前线手足 这样去抗争 哦 等你这些人沾沾自起 你就和他们reconnect 然后香港 他说 因为那个警暴不受控制 就是我们本身制度的问题 我们本身的崩坏 是吧 那我们有手足提出解散警队 那现在 美国的制度 没有坏到的哦 你在一个独立的事件 一个警察 杀死一个犯罪的黑人 而这个警察本身呢 就 星期六 就跑去夜总会 就是那个帮会那里备闹的 你想想这件事多复杂 这样一个杀一个 然后那个警察被控谋杀 这样就要解散警队 你的逻辑哪里来的啊 但是他是抄了香港的反抗的招数 和抄了香港的口号 然后等你觉得亲切 等你要站在他那边 你看到陷阱在哪里呢 是吧 那然后呢 还有一帮 口位而实不致的 好像Nancy Pelosi那些人 是不是 虚偽的嘴面 偽善的嘴面 其实邪恶的耐心 那你就跑去和他这帮人reconnect 你都不知道 哪个是你的朋友 哪个是你的敌人 现在一个 就是 老到痴呆 贪腐不堪 七十几岁 就喜欢那些年轻人的这个 Joe Biden 他领先现任总统 十几个百分点 在民调上 现在是大祸临头 所以你看看中共怎么会害怕 为什么香港的KOL 说中共会害怕 中共会乱呢 只要十一月的选举 美国的大选 是跟着现在的民调 而出现的战果 就会变天的了 所有现在的部署 拿法佬 蓬佩奥 彭斯 博明 白邦瑞 整整这帮人的心血 就会付诸东楼 是吧 就会回到奥巴马时代 很简单 这是奥巴马的副总统 那他和奥巴马有什么分别呢 就算你很好看 回到奥巴马时代 你知不知道奥巴马的名言是什么 奥巴马说 他不怕一个强大的中国 他最怕中国衰弱 如果中国强大 是对美国 对世界和平 对所有人都有好处的 但是如果中国衰弱 或者受到威胁 或者我们不对他不好呢 这样呢 我们 就会 带来灾难 就是说 无论做什么都好 都不可以激怒中共 和不要制止 对中共的利益输送 这个就是奥巴马了 就是说 只要不激怒中共 和不停地对中共有利益输送 就会有利于美国 有利于自由世界 这个这么荒谬的道理 就是奥巴马的八年 不是我作的 是他自己说的 OK 所以 如果拜登 他最聪明的 这个老人痴呆 都是跟回奥巴马的八年 那时候 我想我们香港的人 就算走到世界哪一个角落 我们都无法自己逃出生天 你看看现在欧盟的情况是怎么样 是吧 你看看现在的德国 现在的法国 没有希望的了 是吧 如果我们不知道 哪个朋友 哪个敌人 我们是没有希望的 是吧 那其实呢 我想真的 我就想不到什么方法 可以 能够 令到 现在的政府 现在的总统 那个连任 的风险呢 是继续降低 和可以保障到他的连任 但是 这一件事 起码就是我们最正确的方向 和 不要将一些 不是朋友的人 当是朋友 然后让他出卖你 Nancy Pelosi的人 就会出卖你 Donald Trump 就不会出卖你 因为Donald Trump 是打着一场仗 是保卫着他自己的国家 他不是帮你打仗 他是帮自己打仗 如果 美国 在对这个 恶势力的这场 无形战争里面 输了呢 其实美国自己都大祸临头 是吧 所以他不是说 要帮你 但是因为他的敌人 就是你的敌人 即是说 Nancy Pelosi Joe Biden 奥巴马 Clinton 这些人 Hillary Clinton 就是两夫妻 这些全部的人的看法 就是中共不是美国的敌人 不要说利益 只是说他的概念 他认为中共不是美国的敌人 所以他不会消灭中共 他只会是给利益中共 然后哄到他开心 他认为这样对美国就是好 所以这些人是不会帮我们的 但是如果我现在说这个 现在的美国总统和他领导的政府 他们的政治上的概念 立场和方针 就认为对美国的威胁就是这个 所以他不是帮你 他帮他自己 那你要明白他要些什么 所以他不会出卖你 因为他都不是在想你 他在想他自己 明白吗 他不是悲天敏人 欠了身去拯救世界 他不喜欢做国际警察 他要维护美国的利益 但是现在美国的真正利益 就是受到威胁 美国的安全受到威胁 是因为这个政治势力 那这样东西是现在这个政府才看到的 以前全部都看不到的 所以我说这个不是共和党对民主党 共和党里面以前的由李克逊 去到两个部署 他们全部都看不到中共的威胁 他们的做法 其实跟这个民主党的做法 是大同小异的 所以这个政府是很孤立 但是这个政府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还有还有一样东西 我们不是怕死的 因为现在美国的暴乱 那些暴徒 他是真是暴动 真是犯罪 杀了六个警察 上次都说 那些警察都是人来的 为什么要被你杀死 还有那个退休警官 今天我做的封面 那个黑人叫做Steve Cannon 黑人来的 杀了一个退休的黑人警官 因为他打劫了一个珠宝店 而那个退休的黑人警官 就因为尽他公民责任 是守护那个珠宝店 结果被这个黑人开枪杀死 现在是黑人杀黑人 什么叫Black Lives Matter 黑人杀黑人 黑人里面有很多罪犯的 怎么可以这样 是闭上眼做人的呢 是吧 就是我们香港的抗争者 黄尸带 什么都好 民主派 为什么你会见到 美国有人上街 你就觉得上街的人一定对 你自己有没有用过你的头脑去分析呢 所以因为这一件事 现在美国的治安受到威胁 美国的犯罪很严重 所以 现在的美国政府 他要维持那个局势的稳定 他对于那些的骚乱者 那些搞事的事情 那些犯罪者 他们的看法是负面的 那当然中间有些是和平示威 有些是暴力 那我们很难分 但是我们要知道 香港在雨傘运动 2014年 为什么得到全世界的声援呢 就是因为我们和平理性 因为我们有戴耀廷 我们有书基主教 我们有占宗三子 我们有珠穆日日 在说上帝耶稣爱你 那我们还有些年轻人 是把垃圾收拾了 就是你做一场戏都好 不要再强调勇武了 和你非啊 因为你要面对全世界 不要和暴徒黏在一起 但是我是支持一些政治上的抗争 比如说在7月1日 入到一个议会里面去图压 这是一个行为艺术 这个是政治标语 打烂玻璃 这个是政治符号 打烂玻璃 没有伤人 现在都被控暴动罪 所以其实是很黑暗的 你想想我们 612 第一个被控暴动的 那一救生员 为什么会请到一个这样的大壮 是建制的人 这个大壮 这个女人 我不记得她叫什么名字 你可以查一下 我写过出来 她是慫恿她的当事人 在未曾有任何 即未曾尝试过去抗争 就主动承认了暴动罪 被人判了几年监 得到什么 就害了我们全世界 然后有些人就骄骂我 我在这里说我的道理 还被人攻击 为什么我们要承认暴动罪呢 是不是 就是刑事毁坏 或者烧垃圾 不是暴动罪来的嘛 进去的议事堂 和在那里逗留 这是原本的控罪来的嘛 当你将一个立法会主席 例如范徐丽泰 或者梁君严 是不是梁君严 将他的画像涂丫 这个是一个刑事毁坏 这个是一个行为艺术 你看一下 当年有个大陆佬 打烂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像 淋了一些漆友下去 他也是行为艺术 是不是 你将一枝旗刺 烧了他丢到海 都是行为艺术来的 这些不是暴动来的嘛 为什么你要承认暴动罪呢 你为了自己 少了两年 你又害了全世界 这个大壮 去怂恿一个年轻 做一个错误的决定 你看到这些阴谋去到多深啊 是不是 所以我告诉大家 现在我们唯一集中所有火力 就是要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 而我们要拥护一些 因为他本身的合理的诉求 而维持他国家利益的 就是现在的美国总统 所代表的正义的力量 他为了美国的国家 我们为了香港的未来 我们大家如果赢了这一场仗 就是为了人类的整体的未来 是不是 这样你才是清晰的 至于那些古灵精怪 比如香港有什么独立临时政府 是不是 然后跟着又说什么 新中国联邦 这些古灵精怪的东西 其实 你讲得这么好听 不等于我要跟你的 是不是 用一把口说是没用的 说到天花龙逢 只要邪恶的政治力量 即是1921年7月1日 成立的这个邪恶力量 在当时的上海 由这个俄罗斯人 和新成立的苏联 那个叫吴亭康 维京司机 走来中国 是吧 整那么多什么共产主义小组 骗一帮小孩 然后在开这个会 由头到尾都是 抒共的傀侣 这个邪恶的政治运动 搞了一百年 害死差不多一亿人 到现在应该要停 是不是 那所以 你能够毁灭了这个政治力量 将来的中国 将来的西藏 将来的东突厥 和将来的香港 我们自己是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 究竟我们属于哪里 或者不属于哪里 我们自己可以重新来过 是任我们做的 但是首先你要对症下药 要解决了这个问题 你如果解决不了希特拉 解决不了东条英机 你其他东西都解决不了 那说到这里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香港人 继续反抗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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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